湖北厄东长江大桥的这个侵妇事件已经过去几天了 而关于这个事件我们也越来越清楚 之前呢我还在这个视频上说 这个桥顿没看出来是毒蛀 有很多网友在我的视频当中指证 确实倒的地方就是毒蛀的 确实这个桥呢 其实从设计角度来讲确实是比较复杂的 因为它是一个水网地带 有很多河和湖在周围 所以建这个匝道不是那么容易 而在设计当中呢 其实已经发现有一些问题了 只是做了极限设计 而当天呢又巧不巧的就是 因为这座桥是2010年竣工的 所以都十年的桥了 人家又做养护 正好把一边道给封闭了 所以这个超重的卡车 这个手续又不又不太齐全 归结于说是这个人已经死掉了 其实这个这也不能这样讲是吧 既然别的地方能通行 那湖北不能通行 这有什么道理呢 肯定你即便他按规矩去办那个手续的话 估计也没人想到 那根杂道会翻掉是吧 会侧翻掉 毕竟很多大桥呢 它都有这个几百辆大卡车在上面 做这种静态的这个沉重实验过 所以不是那么简单 即便它是198吨的一台大卡车 加上两台卡车前拉后拽 但是就这么这个倒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更多听取一些科学的工程方面的一些意见 这样的事情呢 在国内已经不是一次发生了 而是多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必要 有必要要对全国所有的类似设计啊 做一个排查 然后也应该有一定的警示 那你说将来会不会有超限的车辆上路 这谁也保证不了 有的人他就是脑子一热 是吧 突然之间他就上去了 你也没办法 所以这个工程方面还是要尽量做到 万无一失 能够保证所有人的行车安全